费纯这阵子是真的忙 从去年冬天 一直忙到春耕时节 就连过年都没好生休息过 而且 她也不知道父母哪天能来 忙于工作忘了双亲的性格要惹事 回家的路上 林氏还一路叙叙叨叨 抱怨儿子做了任大官 居然连一顶轿子都没有 费纯无奈叹息 招来路边的渔夫 喊了两架渔轿 让父母坐着滑肝回家 古今许多大儒 反对轿子这种东西 认为是将百姓当牛马 赵汉这个提倡人人平等的 反而允许轿子 滑肝的存在 甚至开创了一个行业 让无业游民到官府登记 只需上交少量规费 就能用滑肝宰客赚钱 可以理解为黄包车 也可以理解为出租车 既能为官府创收 也能缓解城市就业 费岭 林氏夫妇 活了几十年 还是第一次被人抬着走 顿时心里好受了许多 林氏说道 纯人 在喊一架鱼叫 你是做官的怎能走回去 莫要太寒酸了 被人看不起 费纯只得解释 娘 若无必要 汉哥也是自己走路 汉哥的规矩多得很 家里不准叙奴 也不准虐待庸人 还有 你们今后莫要张扬惹事 这次只是挨板子罚钱 再犯就会最佳一等 若有人来家里请托 无论送礼多少 都不能收下 否则我哪天被砍头都不知道 砍头 林氏顿时吓得不敢说话 费纜问道 你跟汉哥人好得很 收点钱也要被砍头 费纯说道 贪得少罚田降值 贪得多就去山里挖矿 贪得再多就直接砍头 换成哪个都一样 费纜低估道 这也不行 那也不行 养个丫鬟都不行 你们还造个什么犯 一时半惠儿也解释不清 费纯只能说 爹 娘 你们只要记住 若是胡乱收礼 儿子这官位就不保 脑袋也容易搬家就成 夫妻俩真被吓住了 甚至都不敢再乱说话 回到家中 费纯自是详细诉说规矩 哪里必须注意 哪里不能违反 并拿出五两银子给父母置办衣服 灵士问道 纯人 你现在的俸禄是多少 月凤十二两 费纯回答 费领吐槽说 这汉哥人真是吝啬 费是商行的大掌柜 月凤都有十两 年中还能分红 费纯叹息道 官凤已经很高了 我恨不得再降低点 为啥 因为费纯主管钱粮啊 他已被搞得焦头烂额 赵汉给官吏的工资开得高 费纯那十二两银子的月凤 若按吉安府梁界来换算 相当于大明朝廷正四品官员 当然 梁界是浮动的 吉安府这两年丰收 梁界相对来说比较低 若是遇到大灾之年 费纯的俸禄对照大明官员 可能直接从正四品下降到正六品 另外 冬天还有炭火补贴 支线以上官员还有纸墨补贴 不管如何 只要不铺张浪费 费纯靠工资养活全家没问题 还能雇及个庸人做家务 如果迎来送往 奴仆成群 那肯定消费不起 相较于大明朝廷 非但官员俸禄提升 利员的工资也普遍提升 这也是为啥费纯一直叫苦 说养不起那么多官吏 不断请求削减政级衙门的原因 养那么多官吏 兜得给钱啊 朱元璋当年创业的时候 甚至在大明建国之初 都是发不起官员工资的 于是搞出临时性政策 圆末遍地荒田 直接赐田让官员开荒 收获的粮食就充当俸禄 芒春来 费如鹤 费纯等人 都希望赶快杀回千山县 因为他们知道 千山县有露天铜矿 宋徽宗年间 全国最大的筑币中心叫永平间 所在地址便是千山县永平镇 哪里从西汉时期就在开采铜矿 另外 永平间的筑钱原料 一处来自千山厂永平镇 一处来自德兴厂德兴县 而德兴铜矿 在开采千余年之后 依旧是亚洲最大的露天铜矿 朱元璋最早的筑币机构 便是江西保全局 筑币地址位于千山永平镇 由于永平铜矿开采过度 德兴铜矿距离太远又在山中 从明中期就渐渐不住钱了 一直到新中国建立才重新开采 只要赵汉占领千山县 德兴县 铸造铜钱肯定不缺原料 甚至江西还有大型锦盐矿 可惜埋藏太深 需要现代勘探技术去发现 导致江西在古代无法自行产颜 在吉安府住下的第五天 赵真芳就背着书包 高高兴兴去找费如梅 两个小姑娘结伴前往城北郊上学 几十年前 由于白鹿州书院被洪水毁坏 孝指迁到城南的人寿寺 人寿寺校旨再改为庐陵县学 白鹿州书院又搬去城北郊 当白鹿州书院重建之后 城北郊的学校就改为私塾 现在则改为女校 赵汉普及四年至义务教育 要求女童也必须去上学 这让士生们颇为不满 虽然只是孩童 可男女瘦瘦不轻 而且 义务教育太扯淡 教学内容特别粗浅 老师质量也狼幼不齐 特别是许多乡村学校 老师竟然是同生 四书五经都不过关 只能让学生试字兼学会算术 于是有事申请求 他们自己集资组建女校 不用官府掏一分钱 这种好事儿 赵汉自然答应 只有一个要求 删改女四书里的部分内容 比如女界的第一篇 就被赵汉改得面目全非 卑弱篇改为昆德篇 名其卑弱 主下人也这种混账语句 改成为复支的 持家有道 生女儿摆在床下教导 生儿子放在床上教导 这类尊卑东西全部删除 弄张弄娃也全部删掉 赵汉直接给女界做了一篇序言 写道 一国之兴盛在齐名 一家之兴盛在齐人 欲立国家 先立人民 欲立人民 当心教化 为人母者 教之时也不可不查 士生们对此无可奈何 只能让女儿在学校读新版女界 回家之后再学旧版女界 迎春和东福 已经恢复自由之身 但依旧在楼市哪里做女佣 她们领着两个小姑娘 前去城北女校报名读书 一路上 赵真芳和沸如梅叽叽喳喳 看到啥都觉得新鲜稀奇 主要是对上学这种事充满幻想 迎春则低声对东福说 三月三配清 你去不去 我才不去 休死人了 东福红着脸说 迎春笑道 我要去看看 我都二十三了 比你大一岁 再不嫁人就嫁不出去 东福调侃道 你就是想汉子了 想汉子就想汉子 迎春满脸笑容 便是留在千山 也该许婆家了 来汉哥人这里 还不用做家奴 找葛军官嫁了 说不定生儿子也能当官 这种好事 以前做梦都想不到 东福颇为心动 却嘴硬道 我不嫁人 夫人待我好 一辈子都伺候夫人 走了一路 东福突然问道 配清是啥啊 你没听说吗 迎春解释道 每年三月三 当兵的都要放假 没成婚的由宣教官组织配清会 未嫁女子 皆可报名参加 便是寡妇都可以 先让女儿家挑选众议者 若是男子也愿意 便可到郊外集体踏青 踏青回来还没反悔 这桩婚事就算成了 东福红着脸说 啊啊呀 那可真羞人 未婚男女去踏青 岂非不顾男女之嫌 迎春笑道 又不是让你私自优惠 那天好多人一起踏青呢 这是你听谁说的 东福好奇道 迎春说道 如何少爷院里 那个叫杨菜的女佣所讲 他说自己去年没好意思报名 另一个女佣便报名了 嫁了个年轻军官 那军官还读过几年书呢 嫁过去便辞工了 婆家给掏了一笔违约银 听说现在都快生孩子了 那当兵的肯定是大官 违约银子都付得起 东福说道 迎春笑道 人家立大功了 赏的银子 倒也好福气 东福有些羡慕 你去不去 迎春问道 东福咬着嘴唇说 去看看也行 不过我不会辞工 可以求这夫人改文器 每天早点过来做工 晚上再回家过自己日子 迎春打趣道 还说不想去 连婚后日子都想好了 东福修得不敢说话 只是闷头往前走 赵汉的地盘 治安不用担心 打刑和乞丐都被禁绝 这些都是劳动力 不容其闲置浪费 三家兵器所就能吸纳许多 好多粗活并没有什么技术含量 还没到学校 赵真芳半路就碰到女同学 也不晓得是哪家的女公子 有一男一女两个庸人护送着 女校门口有块牌匾 赵真芳抬头一看 却是扫梅书院四个大字 扫梅是甚意思 沸如梅有些迷糊 赵真芳笑道 你忘啦 万里瞧编女校书 琵琶花里闭门居 扫梅才子之多少 管领春风总不如 这首诗咱们学过 扫梅才子便是才女 沸如梅立即回忆起来 惊呼道 哎呀 这典故可是出自薛涛 薛涛是个乐极女子 我二哥废了乐极 赵真芳指着牌匾说 沸如梅仔细一看 原来扫梅书院四个字 是赵翰亲手提写的 不论男佣还是女佣 到了校门口都被挡住 迎春和东福是来给孩子报名的 特别获准入内 李念青优雅静 偶尔可见女学生 就连老师 也是出自大户的富人 全校就找不到一个男性生物 咳咳咳 一串银铃般的校生传来 赵真芳穿过回廊一看 却是及格女学生在踢剑子 沸如梅高兴道 我喜欢这里 有好多玩伴可耍 赵真芳笑着说 是很热闹 比待在家里有意思多了 赵翰现在不喊男女平等的口号 只是尽量做些事情 让女子从规格当中走出来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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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